我叫刘宝宪 来自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我的主要的工作的话 是开展环境的监测工作 以及相关数据的分析 目前我从此领域 主要是大气等相关的内容 其中今天带来的报告 也是和大气相关的 主要是产业园区 有关VOC的监测技术体系方面的研究 下面我就产业园区VOC监测技术体系 及研究展望 向大家做一简单的介绍 今天我汇报的内容 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产业区VOC的监测需求 第二部分是产业园区VOC监测技术体系 第三部分结合需求和监测技术体系 我们做了一些产业区VOC的监测应用 以及对相关技术的一些展望 应该说产业园区的VOC的排放量的话 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点 目前从整个全国的VOC的排放强度来看 石化方面的VOC的排放强度 也说咱们常说的工业园的VOC的排放强度 还是比较大的 但由于这方面的行业 它的排放本身就比较复杂 而且各个行业 包括这个同一行业 比如说石化行业 各个它的这个工艺 它的排放的差异也比较大 尤其是无组织排放 是咱们一直排放的一个重点 但是由于产业区VOC的监测 它整个技术标准还是比较缺乏 例行的这个监测 也都是以这种静态监测为主 所以说对整个产源区VOC的 特别是无组织的这个监测呢 其实一直以来是一个重点和难点 也正是那个对于VOC 以及VOC对PM2.5臭氧 不断的认识 现在国家呢 对产源区VOC的监测呢 也是提到了现在一个 比较重要的这个日程上来 你像2017年国家发了135 会发现有句话而误 污染防治工程方案 其中就要求在工业园区 配置VOC连续自动采用体系 和符合园区排放特征的 VOC监测监控体系 今年呢 大家也知道 今年是VOC治理工艰的一个重要的一年 在2020年会发现 有句话物治理工艰方案里面 也是全面提出了 要开展园区的监测评估 特别是这个要提出来 这个在有条件的石化 和化工类的工业园区 要分析企业的VOC组坟 识别特征物种 推动建立健全的监测预测监控体系 开展像走行 网格化 监测以及溯源的分析 另外的话 产员区可能不仅仅 是对咱们 一些现在的一些 具体的管理需求 应该说 全面评估和监控 产员区VOC的排放 对咱们后续 以及重要的污染治理 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像我们评估 产员区VOC排放 对周边的环境影响 了解这个产员区VOC排放特征 污染特征 对这个污染值进行预警 对这些产员区 进行精准的治理 和责任落实 应该说都能起到 很好的这个作用 所以说那个 如何开展产员区VOC 特别是 无组织VOC的这个监控 应该说是咱们一直以来 那个需要这个 重点去突破 还有去研究的一个方向 那第二部分的话 我就产员区VOC 监测的一些 主要的技术体系 跟大家做一些 简单的介绍 应该说产员区VOC的 主要的监测体系呢 应该说现在逐步的清晰 特别是通过 今年VOC攻坚的这个方案 开展的这些 VOC一系列的 专线监测 应该说产员区VOC的 主要的这个监测体系的话 也是趋于成熟 总体上来讲的话 就也主要是集中 在固定站点和移动走行 以及这种传感性监测 和卫星摇杆 相结合多手段的 这种点线面 相结合的 VOC的监测体系 你比如说像 咱们那个对于固定 那个排口 以及这个无组织 可以采用这种在线监测 和这个手工的这个监测 我们通过这个 移动走行 可以对这个产业区 无组织 进行这个VOC 进行溯源和监控 我们通过这个传感器 以及这种 这种微信摇杆 可以对一个整个区域 或者说这个一定的这个区域 进行监控 单独来看 从点的这方面的话 手工监测一直以来 是咱们传统的这种监测方法 也是咱们现在标准规范 相对较为健全的这个体系 那个比如说咱们先后发布了 固定污染源 还有环境空气里边 挥发引擎化物的 这种那个手工采样 和这个实验室的分析 应该说这部分的话 大家在各个实验室 和各个这个研究过程中 都也都是相对成熟 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同时也存在 比如说像这种点位的布设 包括一些低碳组分 相当的这个分析方面的一些难点 总体上来讲 这个手工监测 这种手段呢 是比较灵活 采样设备呢 也是会根据咱们 能够随时根据咱们采样点位 进行这个调整 监测范围也比较广 不管是有组织无组织 只要是咱们那个 那个采样 可以这个到达地方 都可以看见相关的这个监测 另外物种的话 也是比较丰富 包括这个非加烟总经 这个VOC 而且还可以跟 根据咱们的工作呢 做进一步的拓展 运行费用呢 也相对比较低 但是同时 它有一些这个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时间分辨率 对吧 应该说这个 还是在一些这个 重压的这个污染过程 或者说咱们实施监控这块 可能这个 还有些这个 那个无法解决的这个问题 就是时间分辨率这块 还有些这个问题 所以说在这个点的 这一块的监测器数方面 我们还 那个大家常用的 还有一个制度监测 也就是咱们在线的监测 这块的话 一方面有咱们这个固定污染源 这个汇防引擎化物 比如说这个固定污染源的 这个非加烟总厅的 在线监测 也有这种产源区周边 这个无组织排放的 这个在线监测 用的这个方法的话 可能主要有这种 GC的这FRD 或者PRD 或者GC的这个 FRD加MAS等等 来分析这个非加烟总厅 分析这些这个物种 它的这个主要特点呢 它的这个时间分辨率比较高 比如说能够到小子级别 从而能够这个 全面这个 动态的掌握公园区 VOC的这个变化 但是它的成 也有相对这个不足 比如说它这个成本 以及安装条件都比较高 运行的技术要求 也比较高 而且这种 现在传统的这种 固定点位的这种 在线监测VOC的 也很难满足 这个公园区 密集的这个固设 但是说它最大的问题的话 或者说最大需要关注的 就是在线VOC的这个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体系 就是如何能获得比较准确 比较稳定的数据 目前来讲的话 是咱们VOC在线监测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现在国家也发布了 一系列的这个标准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 在这个自保指控这一块 以及这个VOC的这种 在线数据的评价和处理方面 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 和这个实际管理的需求 还有一定的这个差距 还需要咱们继续的这个 突破和努力 在现在块的话 其实主要的是 这种走狂的监测 也就是说利用质谱 可能是不同原理的质谱 能够这个边走边测 边获取相关的这个数据 它的这个特点的话 它的分辨率更高 可以到秒级 而且是可以移动的监测 它非常有利于掌控 重点产业员区典型VOC的 这个排放的因子 而且锁定这个问题的这个区域 并对这种 那个高支区的 的主分行判断 开展这个VOC的这种画像的这种 监测画像的这种分析 来塞它异常区域 但它有些不足 一方面的话 可能对于有些这种 走狂的监测 对于这种碳而碳三的 这个就是低碳的这个物质呢 它可能就无法这个 实现这种准确的监测 它仪器的这个减周线 也是比较低 比较高 这个环境比较低的时候 它准确性呢 其实还是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 同时这个走行监测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数据分析这块 如何利用这个走行 能够科学客观的 描述这个产业区的 或者说那个找到产业区的问题 实际上是在这个数据分析这块 还是有很大的挑战性 你比如说对于产业区 这个高支点的这个识别 因为它能够成一个线的这种 那个监测 所以说怎么样去通过这一线 这种监测数据 找到这个高支点 可能是需要各个城市 或者说这个各个地方 根据它的这些特点 来去设定一个高支点的这个预值 这块的话 其实我们是根据北京的这个特点 那个产业区设定了一个200 根据这种那个统计学 这200威克美尼方米的这种预值 大家也可以参照这种方式 或者其他方式 要有相应的这个评价的这个指标 另外的话 就是如何利用这种走行线的监测 对这个不同区域的均值性评价 以及这个单位公里数 这个高支点和高支浓度性评价 这也是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业务方面的 这种探索 来进行这个不同这个产业区 或者说不同的这个企业 它之间怎么去横向 或中央去比较 设定了不同的这种评价方法 但是它也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比如说这种区域均值 它能够横着去整体的做比较 但是它可能无法克服走行监测 它时间的这种不一致的问题 这种单位公里数测量的这个高支点位的这个次数 能够来进一步来表征这个产业区管理的这个水平 或者那个比如说它的这种高支点越多 它肯定这种问题可能会越多 但是无法来进行评估这个产业区 它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 利用单位公里数测的这个高支浓度的累积加恒呢 也就是可以这个解决这个程度的问题 但是这种频次的问题又很难解决 所以说对于线的这种走行监测 要从可能在评价方面要从多个角度 对它进行综合的评估 对于面这块的话 一方面咱们市场上开始逐步的推广 这种VOC的网口监测 主流的呢可能对VOC还是PRD 这也是选择不同的 比如说有PRD的有MOS的 可能还有其他的PRD的这个GC的等等 不同的这种网口监测的手段 可能还要根据咱们一些这个 具体的工作需求 还有产源区的VOC的这个排放的这个浓度水平 选择合适的这个传感器 这种网口监测最重要的问题 可能就是一次性的问题 就是它的数据指控的问题 一方面它有这个设备 它的一致性的这个方面 可能得需要去解决 它的一些这个电信号的产机和滤波 可虽然质保指控 还有这个叫温度啊 这个等等 那个它的这种因素的补偿 但是说这个在使用过程中的话 在这对于数据的这个指控 包括审核质保等等 可能也是一个难点 以及在应用这方面 如何利用这种高密度的这种网关监测 开展实时的这个报警和溯源 可能要根据这个VOC 每个产业的特点 来识别出它相关的这个预指 识别出相关的这个报警的这个特征 比如说它报警的时间段 它的这个报警的这个区域 来满足相当的这个管理需求 当然现在那个包括 今年这个生态环境部 也推出来这种VOC 基于这种微星摇杆的 热联网格的这种监测技术方法 它的这个理论的话实际上是通过这个 用微星摇杆开展这个 地面这个甲醛的这种监测 来进行相关的这个表征 因为甲醛是VOC氧化的 主要的这个中间产物 比如大家知道这个VOC到 和这个臭氧和PM2.5 其实是一个氧化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一个反应的问题 所以通过这个甲醛 中间产物甲醛来表征 这个影响PM2.5臭氧 这个VOC的这个含量 其实这个从技术原理上 也有一定的这种 也有较好的这个科学性 它总共的思路的话 是通过这个微移摇杆 或者这个区域的这个甲醛浓度 然后通过这个行政区 进行这个来划分这个网格 筛查出根据一定的预值 筛查出这个VOC高浓度的这个网格 再根据这个地面的一些这个信息 比如说社会经济 还有地面的间存信息 来确定这个VOC的这两网格 进行那个进行吸引物之气 进一步的监管 比如这是我们这个 以这个北京为例 开展以甲醛的助浓度 开展的这个VOC的这个网格的这种识别 第三部分的话 向大家介绍一下产原区 VOC的这个监测应用 还有相关的这个展望 这是我们开展这些点音行业 有组组织的这个监管 有组织的这个监管 这块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手工 还有这种自动辅助的这种监测的这个手段 来进行这个不同的咱们这个产原区的这个行业 开展它的VOC的这个组分的这个识别 这块的话 其实通过咱们产原区手工和自动固定污染源的这种排放 可以比较好的能够识别出不同产原区 它的这种特征的这个污染物 为咱们后续的 不管是无组织的这个监控 还是对这个VOC的这个精准的这个溯源 都能提供很好的这种技术支撑 你比如说这个 这是我们这个做的这个印刷行业的 VOC的这个排放的分析 能够那个看出这个 现在这个义柄醇呀 像乙醇 二里甲丸应该说是咱们 印刷行业的一些主要的特征污染物 那咱们通过这种走行也好 通过这个无组织的这种监控也好 就能够通过这些这个特征的物种 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溯源 同时通过这些那个 固定污染源的这个识别的话 也能够区分出来不同行业 它这个管理的这个重点 比如说有些这个行业 它的这个VOC的这种活性呢 本身比较强 虽然说它浓度比较低 但是活性比较强 那也是咱们那个管理的一些重点 但有些这个 那个企业呢 是它排放 虽然说是同等水平 但它的活性比较低 那咱们就可以这个优先先控制 活性比较高的 这部分的这个 企业和产源区 这是这个 通过这个固定点 这个开展一些重要产源区 无组织的 就是我们在不同的这个产源区 在上方向下方向 设定这个固定的 VOC的在线监测 通过它的这个监测 通过它的组分的构成 来表征 来进行监控产源区 它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我们这个图的话 能够看出它的一些构成 通过这个日边化 能够看出它的这个 污染的这些那个时段 到底是哪个时间会高一些 哪个时间会低一些 这话进一步对这个产源区 结合这个固定污染源的排放 进行细致的这个 那个责任的一些 一些落实 还有一些监管 这是我们通过这个产源区走行 开展的这个高值点的 这个筛查的一些案例 比如这是我们在北京 经济议装开发区 开展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走行 能够看出来 虽然说咱们可能通过 这个固定污染源 和无组织的固定点的 这个监测呢 能够识别这个整个园区的 它的一些排放特征 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 那个一些这个 一些园区的整理的情况 但是不太好 进一步的区分 它的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方位 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些责任 那我们通过走行 能够在一定时间段内 就是保证一定时间段内 然后来确定到底是哪个区域 哪个时段 可能是个是咱们重点监管的 可能对下一步的这个 进一步精细化的这个 那个监管的话 能够更好的提供相关的支撑 这个呢是我们在 那个也是在那个 这个硬朗经济开发区开展的 相当于这个网格化的这个监控 这样的话能够避免这个 能够解决那个 VOC的这个走行监测 它的一个时间的这个 不一致性的问题 但是它可能只能到这个TVOC 但是能够通过这个TOC来反映 这个产业区到底哪个方位 那个VOC的这个问题 或哪个时段问题 为咱们下一步呢 做详细的这个分析 这时候我们针对这个 北京开展的一些 微信遥感 维持的热联网格 这样的话 就是比如说 以这个6到9月份 我们是按这个两周 一到两周一个时间段 开展相应的这个 网格的这个区分 然后来获得 每次呢获得那个 浓度最高的五个网格 作为热联网格 然后进行那个 那个细致的这个结合 然后再经过 结合这个 比如说走行监测 结合这个传感器的监测 进一步的来确定这个溯源 应该说整个产业区的 VOC的这个监测的话 已经逐步的这个 纳入到咱们的 液化运行体系里面来 但是这个产业区VOC 特别是五组织 VOC的这个监测体系 目前的话 还是在逐步的这个 发展过程中 那个还是需要咱们 进一步的这个拓展 还有这个研究 是整个的体系 进一步的固化 还有这个液化 可能下一步的话 一方面要这个 进一步深化这个技术集成 比如说这个像 点的线的面的 或者这个手工的 那个传感器的 那个走行的摇杆的 怎么样把它这个集成在一起 实现这个时间空间物种 全面互补的这个VOC监测 产源区VOC监测体系 可能是下一步一个重点 另外的话 如何通过这个监测 和这个 那个 那个 一方面确保这个监测数据准确 第二呢 那个和这个地面的一些信息 进行结合 识别识别这个VOC 这个热点 还有这个 那个精准的这个来源 这可能是咱们下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第三的话 就是对于一个城市来讲 如何健全 像它的主要的这个行业 比如说像石化呀 汽修 印刷 参与等等 它的成分谱 对咱们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工作 对咱们那个 下一步这个开展产源区 包括区分产源区的这个责任 还有这个开展这个精准溯源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 但是说这方面的话 那个 有固定污染源的 有无组织的 那难点 还是这个产源区VOC 这种重点排放企业的 无组的排放 可能是下一步 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也是需要咱们 利用多手段 要去突破和解决的 以上呢 是我这次 汇报主要内容 还请各位专家批评指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